欢迎收看大耳化之 您喜欢吃核桃吗 我还蛮常吃的 因为据说可以补脑 我非常需要 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讲的乙型养型 因为它形状看起来像脑一样 对不有一种核桃不是吃的 它是不是用来补脑 它是可以补荷包的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这几年来 一种新的投资炒作的标的 一对核桃竟然可以卖到几十万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 中国大陆疯狂的核桃 现场来宾是资深媒体人万瑞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万瑞君的话 其实在大陆 研究大陆二十几年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就是您写了著作 关于大陆各方面的著作 是超过二十三本 对所以对大陆非常了解 那首先可不可以我们讲一下 是为什么大陆会炒核桃 核桃为什么可以用来炒作跟霸碗 这是有钱了嘛 是钱多到没处花嘛 就开始随随便便找东西来炒嘛 但是它炒 它为什么会选择核桃 对 中国大陆炒作一些东西 是跟它本身的一些文化 文化传承是有关系的 好我们现在先把文化传承放到一边 我们先不谈对 为什么炒核桃 第一个炒作核桃只有在北京炒 就京城那一代对不对 除了北京城你看过哪里有炒作核桃 对对不对 第二个炒作核桃 它本身它炒作核桃是因为它在当地 它有这个需求 而这个需求是属于文化的需求 你比方说核桃 为什么会有人去炒作核桃 干果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人去炒作胡桃 是 我是杏仁 对不对 为什么 单选 单选核桃 为什么 对 因为核桃 它他们炒作核桃 核桃在北京 它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传承 它是拿来什么 它是一种养生的用具 养生 对 我们那个看武侠小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武器叫英雄胆 那个有时候看到的是铁球 对 对吧 对 它就是两个铁球在手上转 但是根据中医的理论 我们手上有很多穴道 是 反应区 也就跟我们脚底板脚底按摩 那是一样的道理 反应区 怎么办呢 那就是玩英雄胆的人 他就是天天这样子转 这样转 除了练腕力手力之外 对 按摩 它也达到按摩的效果 达到按摩 所以它是一种 其实它是一种养生的概念 而为什么会用核桃呢 因为两个核桃放在手上转是正好 大小适中 这是第一 第二 核桃这本身 我这里有一个翡翠核桃 这个是翡翠 这是翡翠的形状 是核桃 是 你看到这上面的棱 就是它跟铁球那个不一样 是铁球是光滑的吗 对 它就是 因为它核桃的表面 它并不光滑 它有棱 有棱 有棱 然后 你这样两个在这转的时候 更能够达到刺激 涨中 穴道的这种效果 效果 老北京的爷们 玩核桃已经玩了好几百年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它几百年来一直都是把那个行情炒得很高吗 没有 原来也就是市井之间的一种 就大家自己在玩而已 自己在玩 是 核桃收成下来 对 它就是一个干果 它收成下来 是 因为核桃本身富含蛋白质 对 收成下来以后 有人吃 喂自己的孩子 孙子 爷爷喂孙子 吃核桃 然后顺便玩 顺便玩 顺便拿在手上转 对 拿在手上转 通常一个核桃 这样子因为北方地区 它的天气干燥 所以它可以保持相对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再加上 几百年来的老北京也没什么娱乐 也没什么养生的活动 这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一种风气 其实它跟什么斗区区 那是一样的东西 那那个行情 它可以炒高到多少 我在大陆的媒体上看过 它写过一个类似的一个小小报道 它说你一般的核桃 五块钱一斤没人买 那个山核桃 小珊瑚桃 一块五还是三块钱一斤 更没有人买 但是很高价的核桃 反而很多人要买 它的行情炒到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数字呢 我的理解是一对核桃 有几万甚至于更高的价格 这个单位都是人民币 人民币 非常惊人的对 对这都是人民币 如果说您要问他说为什么要炒到这么高 那就那就说不清楚了 这是这这我只能说这大陆人口袋 口袋里有钱了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把价格给炒高的 因为我们看到报道是最近这几年了 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了 开始炒炒作这个核桃 改革开放之后至少十年 我明确的年代吧 大概1995年之后 就所以经济慢慢变好有关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种东西你觉得要吃 肚子吃饱以后才能玩 有闲有钱有钱的时候 你慢慢玩吧 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对不对 反正中共政府也不会管 但是您说在文革期间 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 谁有兴趣 有核桃 还不拿来吃 对对 谁会给你拿来玩呢 对不对 他就是钱多到 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投资管道 又不是那么畅通 还有很多社局诈骗的一种行为 那还不如玩这个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一点 这种东西 我讲的是真的核桃 不是这个翡翠核桃 出了北京城 基本上就没有了 不值钱了 对 没有这个市场 但出了北京城 光是北京一个地方炒 就可以把行情炒成那个样子 还真不容易 北京两千万人口 就跟台湾相不够 相当于台湾的人口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有三大已开发的市场 是 北京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上海跟珠三角 是 对 他有这个资金 是 又有 有这个资金量 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人口 炒个核桃算什么 热钱太多 没有地方去 到处去找标的嘛 对 所以一对核桃被炒到人民币是几万 那核桃数也被形容是摇钱树 我们再来看一段影片 这有个四棱 这就是 四棱是吗 四棱 对 他这个 他这个 就是 我就是 打就是弄成 就是承拨完这棵树以后 今年第一个四棱 这一个又得卖 也得卖两万多 这个吗 就是刚下来的 对对对 这个也得卖两万多 凑成那一对就能卖十万 一棵核桃两万 一对就十万人民币 对 那生核桃值钱吗 生核桃 核桃 生核桃 这个有人买就值钱了 嗯 不是 我说这话不是废话 对 现在炒核桃 记不记得十年前炒普尔 普尔茶 普尔茶已经能够炒得上百万人民币 嗯 那多少台商一窝蜂的砸下去 是 跑到云南去搜购普尔 结果一货柜一货柜压在那里 对 情况就是这样啊 嗯 因为核桃这种东西在北方 它太普遍了 是 它太普遍了 好像在郊外一些山上的话 都可以看得到 对 对 它跟胡桃树 核桃树 胡桃树 它就是25米30米高的 对 干果树 就是这样 嗯 到时间 开花结果的时候 它自然落果 对 核桃就 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对 那你要去里头去捡大个的 捡它的棱啊 是 金啊 非常明显的 当然有好的 那你就 去捡那个 那你去捡到宝嘛 对 我们讲 那个炒作 其实就是因为有人 有供需上面 有那样的需求 所以把它炒起来 所以 那个核桃被叫做摇钱树 是 有多宝贵 好像是有一些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有一些树的话 就是主人为了保护 因为会被偷核桃 甚至被偷栽下来 去嫁接 所以 除了嫁摄影机 去那个监视之外 还有养狗 还有养鹅 养鹅 养鹅去看那个 因为好像说是 你那时候养狗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用那些 毒肉去喂食的话 狗就会死掉 可是鹅的话 你养一群的话 它们警戒性非常强 它不会吃 你不会喂它吃药 我看到北京的影带的话 就是他们在拍那个新闻片的话 他们就是养群鹅跟狗 去保护那个核桃树 非常宝贝的核桃树 对 那关大哥有看过那个核桃树吗 核桃树我是看过 我去北京的时候 我去北京的时候 我是看过 它很高很直 对 但是我看不出来 你这棵树上能结的核桃 能够结大个儿的 别的 别棵树就结不出来吗 这就像广州排卖那个荔枝树 荔枝上面还给你张灯结彩 一颗荔枝几十万 它本身有那么大的价值 这是一种炫富的行为 你炒作 你炒作 刚刚我们从影带上看 那摆明了就是核桃商人 是 那个是个核桃商人 对不对 它为什么要这样子炒作 如果说你炒作的是古万 那你有本事 你去拿一副 就我的了解 我知道袁世凯有一对 翡翠核桃 你把他拿出来炒作 那是你有本事 对不对 你炒作这样的核桃 它基本上来讲 它的市场在哪里 我只能说 口袋里有钱了 日子过好了 闲得发慌 闲得发慌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干果 炒成了价值连城 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再聊一聊 怎么样把核桃完成艺术品 消息一下 马上回来 您看到这个真的真的不错 这个配的匹配度怎么样 不错也不错 配核桃讲究还是一个是气势 一个是纹路 因为很多核桃 你当时 咱们说老师拿卡尺量核桃 卡尺量核桃 那只不过咱们限定它的局限性 对对对 真正玩核桃看的是纹路 看的是气势 只要这样的核桃 就是外形稍微差一点 没关系 你是越玩越像 这是经验之谈 玩过多少对了 有人拿卡尺打完这核桃 看着都大小高矮都一样 你玩吧 你越玩都越不喜欢 你不知道哪不喜欢 最后发现了 找一个真正的明白 你看你这俩核桃 纹路不一样 你配不上一对 走向不一样 你配不上一对 就是一看就不像双猫胎 那对 你看这个北京人炒作核桃 都还可以炒出一套学问来 在京城有一个传说 他说贝勒有三宝 板子核桃跟龙中鸟 你就可以看出 其实在明清就已经玩核桃的 这种文化已经相当相当兴盛 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 对不对 万娜哥 对 这个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八百年 这个最早是大元 忽必烈建都北京 那我们就 因为那是蒙古人 他是蒙古包 所以他基本上 他对北京城的格局 并没有太大的建树 只是说对北京的街道 他基本上 现在的北京城 最原始的雏形 就是忽必烈当时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北京 所讲的北京是 明城主租立的 因为有了紫禁城 对 那您刚刚讲的 贝勒三宝 板子核桃 龙中鸟 对不对 核桃的本身 核桃本身 在至少在北京 它的传承就是三五百年 是 就是三五百年 就是三五百年的历史 历史 对 而且我们然后看就是那个历史上说 乾隆的话 乾隆也特别喜欢玩核桃 对对对 因为你要了解乾隆 它是养生的 对 养生的 我们是 我们现在好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讨论核桃古腕 如果是核桃 核桃它就是个甘果 对 它就是一个甘果 那现在被炒到最高的价值 也不过就是几万 是 几万 好像我看到一个最高的数字 是三十几万吧 就换算成台币的话 它是超过百万 但那个应该是极少 对 这几少数例子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它 我们只是讨论核桃 那也就是这样 对 但是如果说加上古腕两个字就不同了 它价值就翻好几番了 对 那你比方说 我的了解是核桃 就让它成为古腕的两种最好的材质 一个是手上的 我手上的这个翡翠核桃 对 另外一个就是檀香木的 它都能够达到核桃本身 玩核桃的它的这个效果 而且还能够流传吼石 所以很多前倾的王公贵族 他们所用的这些核桃 都不是核桃本身的那种材质 而是用什么 不是天然的干果 不是天然的干果 其实它用的 檀香木的 翡翠的 甚至有金银的 来做成核桃的样子 它做成核桃的样子 它能够流传下来 所以它那个核桃本身 它本身它就具备了相当的价值 最主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文化 而结合中国人养生的 它形成了北京的一种次文化 您有没有发现 出了北京城 没有了 为什么 对 因为在当时 当时的北京不像现在 交通市通拔党 当时的北京 当时的北京出了四九城之外 黄沙遍地 北京等于就是 沙漠中的一个孤岛 进了北京城 非常富裕 出了 出去了 就没有了 所以核桃 我刚刚讲了 只能在北京城里头 对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 它里面在讲说 核桃话要怎么去 玩 对 玩 然后就品鉴 跟那个 好像种上的什么 纹路啊 大小啊 那些东西是不是 形状 这种我们刚刚主持人 对 已经讲了 炒作 炒作出一套学问来了 对 要不然它凭什么订价格呢 这个北京人特厉害 他们想要玩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能够 弄出一个名堂 对 弄出一个名堂 说出一个道理 对 你看核桃 觉得它还要配对 它不只看大小 它找到配对 还要配对 然后它配对 我是从那个新闻上面看的 就是它 想自己手上有一个核桃 觉得挺不赖的 对 可是单一的核桃就不值钱 它一定要帮它配成一对 对 可是要怎么配对 它就网上帮它征婚 对 非常有名堂跟噱头 就在网络上面找 对 就帮它配成一对 那它配对要怎么个配法 它市场上面才会是值钱的呢 金对金 棱对棱 金对金 棱对棱 就是形状看起来要相似吗 这意思吗 没有不是 核桃的本身 它玩核桃 对 玩的是什么 玩的是它的凹凸有致 凹凸有致 所以它的金跟棱如果多的话 能够刺激到 而它如果说两颗核桃 你这样子玩起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金能够相对应 相对应 而不会相摩擦 毁坏核桃本身的 本身的那种纹理 那就是好的 那就是要帮它找一个双胞胎吗 那基本上就是 类似是那样的概念 类似就是这样的概念 因为 这样子找 提出这么高难度的条件 它的价格才能往上翻 对不对 你随随便便的 我这一个 我市场上 我随便抓一个来给你配对 全部都是同样一个能的 那你凭什么 跟我要那么高的价格 刚刚我们在那个 在节目下 我们还在那聊天 那一块钱 五块钱的核桃 一斤的核桃 没人要 对 对不对 几万几十万的抢着要 是 为什么 炒作 还是炒作的结果 就是 我要跟你配对 在稀有 亦稀为贵 而且它的形状 纹路上面是一个 形状都是圆的 就看你个头大不大 对 文路上面 它跟它的皱褶 都能够做文章 对 通通可以 通通可以 因为这 这每一个 每一个诀窍里头 它都隐含着 钞票 钞票在里面 我要给你要钞票 我凭什么要这么高 我解释给你听 你看看 你看看 多高啊 多深啊 我这是四棱 玩六棱 这胡扯 对呀 不止四棱六棱 它还有所谓的满天星 还有狮子头 各式各样的说法 我们来赶快看一段 当时我印象特别清楚 是在07年 07年呢 当时出了七只 这边的盒子 因为他们家就长七个盒子 谁都不知道是什么 他就把那七个盒子摘下来 剥弯皮了 配出两桌特别好的来 咱们大都市里边 有时候看不见那个星星 在山上啊 它内蒙 就是能看那个星星点斗 当时这就是 命名这个名称的 就是按照那个 当时一抬头 叫满天星啊 这文物 跟那星星似的 所以他们当时一看这个 就叫满天星 他说他手上的叫满天星 他自己取的吗 对 然后我看过他也讲什么 官帽 狮子头 可是我看起来的感觉是 一模一样啊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他今天 他今天给他 给他手上的核桃 他灌了名 取个名字 好听的名字 就身价又翻了 他价值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他们这样子的炒作 会不会有下面一个买家 不知道 因为他 他毕竟他就只是个干果 他毕竟就只是个干果 你一个干果拿到手上 你能玩多久 而且干果 其实他还是有保存期限的 对吧 对 不可能千年不符吧 对 你那个干果 你把它丢到沙漠里头 搞不好比你这样子天天玩 还能保存的更久一点 因为人的手上是有油脂的 没有错 他们有讲说是 核桃越玩越漂亮 对 但是同样的 你玩得越久 核桃也越容易出问题 它会发霉 因为人手上是有油的 可是他不像靠那个汗跟油脂 去养它 养核桃 把它养得温润如玉吗 那是他们的说法 核桃毕竟不是玉啊 是 玉是石头啊 对不对 核桃是干果呀 你温润 你温润 你温润到最后 把它外面的那颗硬壳给化掉的时候 那就不是核桃了 对 北京爷爷们的玩意真的非常多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我们聊老北京爷们的玩意叫做核桃 这个核桃明明非常便宜的可是它可以把它炒成一对核桃 核桃要十几万人民币 我们的网友就问了除了这个核桃股腕之外老北京还玩些什么 玩很多东西 但是我讲台湾没有的那就是区区儿就是豆西蒜 区区就是西蒜 西蒜 西蒜 又叫中丝 就是翠玉白菜上面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是标准的老北京的玩意 可是怎么玩呢 就是豆西蒜之外呢 它应该不是单纯豆西蒜而已 它就是其实刚开始就是单纯的豆西蒜 跟那个走狗豆鸡是一样的概念 你去野外去抓那两只 然后丢在一块让他们打架 然后赌 看谁赢 赌 就是这里头绝对有赌的成分在里头 就是我压你赢 你好赢 那就 它基本上它都是老北京的次文化 那像除了核桃之外 是不是葫芦好像也是 葫芦怎么玩呢 葫芦装区圈的那个 盒子吗 盒子啊 其中是一种 其中一种啊 其中一种 它把葫芦中间挖空 把区圈放里头 然后盖个盖子上面还打几个孔 那个就是 葫芦啊 葫芦啊 所以葫芦是跟区区配对在一块玩的 不是单独玩的就对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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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你说单单独的一些玩法 那那又有太多讲究了 可是区区他后来好像炒作的也非常高嘛 对 一只好的 比如说好的区区的坏市 他们还取名字呢 对 什么大将军 什么黑头大将军 青袍大将军 从皇室玩到 玩到民间 那个是亚俗 亚俗共赏的玩意儿 现在我了解的是 一只区区在北京 它都移成了杭市了 对 专门有 专门的一种产业 也专门有人去 还有养殖的 有养殖的或者到野外去抓的 好区区 几万十几万人民币跑不掉 不过等到区区一死掉 那钱就 那打水漂 但是呢 你如果在斗的过程当中 你也许赢几百万回来也不一定 好像连区区 那个装区区的盒子的话 都可以炒作 就是葫芦 对 讲究嘛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讨论的是股外 那个就是股外 那是股外 那个就是股外 有的是 很讲究的瓷器烧制的 那种皇家 王公贝勒 他们玩的 那个可是有相当价值的 我们一般外来人 想要去融入老北京 去玩这个 可以融入他们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但是你恐怕要交学费 要交很多学费 要小心被骗 被骗是肯定被骗了 那看你本身 我们进入北京 你要怎么去融入它 你本身存的是什么样的心态 这一点很重要 核桃不是不能玩 中国医书上就有讲 你玩核桃是有利于 刺激守护的神经和穴位 但是你要去买那几十万的核桃 那就是 自己要当心 那你就是自己看着办 对 对 不过说玩不起核桃 没有关系 多吃核桃可以 无脑又不伤核桃 有机会可以看到 带壳的核桃话 好好挑 说不定你能够逃到宝 今天非常谢谢 万锐君万大哥来聊天 谢谢观众朋友 听着收看 明天继续 大家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